华语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新增18例本土感染 61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美国新增17多万例 官方数据显示 疫情趋缓 病床使用数首次降到1万张以下 然而医院表示 医疗量能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英国新增66000多例 当局9日宣布松绑全部防疫法规 包括确诊隔离的规定 都将在两周内解除 不过部分科学家警告 言之过早 八国新增15万多例 死亡人数达310例 随着疫情趋缓 当局也开始放宽限制 宣布境内夜店从16号起重新开放 德国新增24万例 一家研究中心显示 本土单日新增确诊数正在放缓 而第四波疫情可能会很快就结束 出院人数再下降 部分联邦宣布解除限制 日本新增近10万例 当局在东京设大型接种中心 11日起每天打疫苗人数增到5000人 防卫大臣岸信夫道场视察 呼吁民众尽早打第三剂疫苗 南韩新增5万3000多例 当局表示14日起将开放让南韩民众打 美国首款次单位蛋白 洛瓦瓦克斯疫苗 保护力达90%以上 当局计划对18岁以上 以及高风险族群施打 印度新增5万5000多例 确诊数比前一天下降一成多 死亡人数达659例 当局表示全国第一剂覆盖率已达96% 越南新增2万6000多例 新年假期后确诊数大增 当局表示医疗系统恐会超过负荷 印尼新增4万多例 疫情持续升温死亡人数74例 研究指出感染Omicron后的痊愈者 仍可能会再次感染 马来西亚新增1万9000多例 疫群民众春节期间相约聚餐 为降低感疫风险 赴约前集体检测全程阴性 没想到一顿饭后至少12人确诊 中国新增101例 其中本土45例 境外移入56例 中国前去香港读书的留学生 因当地疫情爆发 纷纷仓皇逃离 深圳湾口岸因此挤满人潮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